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市主的家人们都会到阿猫股光大街的脸书上面留言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听到了 然后很高兴黄医师都能够来上节目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上个月我们谈的附近门诊还没有谈完的事情 那我们还必须要回到上一次谈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再重新再谈一次 就是我们在谈附近门诊的时候 其实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对于我们自己 或者是对于我们狗家人猫家人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预防医学 医生是不是要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预防医学 如果就附近这个角度来看 常常我们接受到的附近的这个病例都是 医生能做的不多了 通常都是舒缓疼痛 增进生活品质 但是事实上真正的附近在预防医学里面有个角色就是 他必须提到更之前疾病开始发生的时候 或者是甚至我们做一些可以预防这些疾病发生的动作 包含饲养管理上面种种的一些细节 对 所以这个也是附近门诊的一个重点 所以为什么说有需要或者说你会担忧有需要做复健 或者说你担心他将来可能会需要 比如特殊的犬种 或生活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去征询医师的意见做一些评估 或许可以阻止疾病的发生 或者是疾病真的发生了 你还可以阻止疾病的恶化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医疗效果 上个月的时候医生有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明 就是我们常常会带狗狗做健康检查 其中有包括咽血 我们在看咽血看到的是红字多了 或者是蓝字比较多的状况 或者全部都是蓝字的时候 当我们在拍手叫好的时候 别忘了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拿上一次的报告的数字 做一个比较和是不是有些微的下降 或者是上升的一个情况 这也算是预防医学里头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谈到一个就是附近门诊的时候 你刚刚提到那个特殊犬种 这个是要先来 因为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简略的一个叫做预防医学吧 举例来讲 大家应该一般人都会认为蜡肠很容易出现脊椎的问题 我也有这样 大家都会这样觉得 对我有一个这样科技犬 然后出现脊椎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身子骨压长 对是没错 可是事实上真正蜡肠会出现的关节问题 事实上是四肢的关节特别容易出问题 倒不一定是脊椎 不是脊椎 不一定是脊椎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全种的 我们都知道腿短 但是腿短它不是缩短而已 它是一个扭曲的紧缩的一个状态 它不是一个长度变短而已 它是还有一个旋转的一个状态 所以整个关节的这个运作的这个关节面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关节跟关节之间的这个受力的这个点 不一定是水平的 不一定是平均分布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容易形成 比如说腿椎性关节病变 关节发炎 慢性关节炎 甚至需要做复健的理由 所以这些全种你在它的生活上 比如说你怎么去安排它的活动空间 你怎么去设计它生活的地板也好 甚至说我们不要让它太长上下楼梯 甚至说我们可能在运动的过程中 要避免做一些 比如说你丢我剪啊 遮当炮啊 这些 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四肢关节之外 必旧关节啊 肩甲关节啊 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最常出现的脊椎问题 倒常常会是意外 倒不一定是这个慢性发炎的 或者四肢关节的问题啊 除了腊肠 科肌 这种特殊犬种 就是刻意培养出来 培育出来的这种犬种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狗狗 在这种复健门诊上面 经常会出现的狗狗 我听完黄医师讲话 我以后看科肌或是看腊肠 以后不再看他们的脊椎了 而是看他们走路的样子了 对比如说像大家最常 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大型犬 黄金烈犬啊 阿布拉多的矿关节问题 对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跟遗传相关 但不一定是遗传就会引起的疾病 它是一个遗传性但是进行性的疾病 换句话说 纵使我这个基因或这个问题 我有可能在我从小生长的这个 照顾上面的特殊的安排 可以让我的这个病征不那么明显 甚至说看起来会是正常的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就用我们家狗狗的一个状况来 来请教医师喔 我们家狗狗的 脚的状况就是犬关关节的问题 一样跟其他的黄金烈犬大概一样都曾经都发生过 那我们家则是发生在 发现的时候是在六个月的时候 他脚走路上面有一些不良的状况 那我们去检查之后发现是 左边的左后腿的髋关节发育不全 但那个发育不全 也就是说那个骨头的那个犬窝 还发展的还算可以 有一些的那种犬窝状况是 几乎是没办法那种包紧的一个状况 那像这种像我们的我们的照顾方法 就会是比较踩消极的方式 不让他跑跳啦 那跑还是会跑 只是那个速度或是距离或是时间 我们就要控制 那是像这样的吗 我的问题就是说像黄金猎犬 拉不拉多犬这种狗狗 我们在平常的照顾上面 就必须要有一些小心防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 从再那么小就会特别去注意到 我觉得最大的工程应该是主人 然后因为很多狗有问题 主人不见得会感受到 因为不像人会讲会痛啊 我脚会麻会酸 但是主人很在意 所以他可能会提早发现 比如说六个月就发现 这算很早 那重点就在于说 我们在评估这些关节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必须去解释一下 他的病理状态 比如刚刚你提到的那些发育不全 这件事情 那其实你评量的点有很多个 第一个比如说你必须就关节 我那一个骨盆的那个窝的深度 你说他发育的是很好的 但他可能覆盖率不够 覆盖什么呢 覆盖我的骨骨 就是我们大腿骨的那个头 有点像球体 那有的是球体发育的不好 有的是球体的角度不对 有的是关节颈部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必须关节窝 跟你的球体覆盖率 跟覆盖的角度不足的问题 还有你的 这里面中间一个年级的韧带 叫圆韧带 你的圆韧带可能是松弛的 可能他先天遗传上 他的圆韧带就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他在活动的过程中 不是那么的稳定 对 所以你的骨骨头 那个球 会在那个我们讲的必须关节窝 很像一个碗的那个结构里面 它不是一个很平稳的运动 它是一个震荡式的运动 这个震荡式其实就会造成很大伤害 对 然后会造成软骨的损伤 会造成硬骨的生成 会长骨架 也就是后来疼痛的来源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就是说 既然我知道他的便利机制是这样来的 那我就减少他震荡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避免的一个活动 比如说上下楼梯这一种 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他趴坐的这个训练上 可能会避免某一些特定的角度 比如说我不让他的脚往外 坐太打开的动作 就是说坐下的时候 我尽量让他脚可以在下面 就是让他不要 側躺 或者说让他不要就是往背側 延伸的太过 因为这样可能会把那个韧带拉得更出来 到最后韧带会更松弛 那刚开始他是不会痛的 可是等到他会痛 就已经是一个结果 我们能做的就不多了 但在这个疾病之前 医疗介入的这个状况 还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比如可以既有手术 既有骨盆的调整 这些 那当然房间还有一些 比如说营养品 这些就是 帮助他的关节的 关节软骨的生成 那其实讲这些都是在复健之前 有一些相关的 但是真正如果遇到行走困难 或者是已经到有疼痛反应的时候 一个药物的治疗很重要 止痛药不是为了止痛 就是为了让他的发炎的过程 可以停下来 他就比较不会形成 坠骨 就是我刚刚提的 当你软骨受伤的时候 他会发炎受损 再长回来的不是软骨 是硬骨 硬骨就没有避震的效果 一不然摩擦到 就会很疼痛 那这个过程 其实跟发炎的反应有关 那个发炎的反应 会带来疼痛 所以我们止痛的效果 不是 止痛药的作用 其实不是针对要止痛 但止痛是很重要 但是针对是要是阻断他 恶性循环的一个发炎的现象 所以最主要是 消除发炎的现象 那在附件上 我们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个辅助袋 对 比如说我把他的体重负担 那种辅助袋 我们要敲一下 辅助袋就是 从他的那个腹部 弄一个绳子 把他给撑起来 其实现在有一些就是专业的 就因为我们 越来越在意这个狗狗的附件 所以已经有特别 很多很多 各式不一样的需求的辅助袋 这些辅助袋都可以从动物医院买得到吗 其实我们都是要从国外另外去 台湾现在有人在做 但是都是 我记得好像都在 对就是 但有时候一条大毛巾就可以解决 这个我们医生会教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让他 持续的做到他该做的肌肉运动 但是在做肌肉运动的这个过程中 不造成关节的负担或损伤 那如果在医院做 当然更好就是可以做水疗 对 我们让他的这个体重减轻 减轻 百分之八十五 所以他运动的过程中 他的体重只有百分之十五在脚上 所以他可以 这么高 对 然后再加上水的压力 水的这个流动的阻力 对 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水压 对于肌肉还有血管的刺激 那他做运动的过程中 又去拨水 去抵抗 对 然后再加上压力的这些按摩 他一边走路就一边受到水压的按摩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肌肉会很强健 对 所以他的肌肉强健的结果 可以抵消掉他关节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一个提早复健的一个过程 你不是说等到他不太能站了 对 走得很辛苦的时候 你才说阿医生他可能需要做复健 对 你可以在他发生这个之前 你就可以进行所谓的医疗复健的这个动作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谈复健门诊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去提早去因应未来所碰到的困难 如果真的要弄到复健袋 那个都是已经算是很后期的事情了 其实有时候复健袋的这个使用 他不见得说真的要到那么严重 我们其实提早使用可以减缓他恶化 我们刚刚说他疾病真的已经发生了 所以他需要 但是我不一定要到很后期 或者说很严重的再去使用他 我可以在早期就开始试着去使用 第一个他习惯了 第二个就是说他不排斥之后 他可能跟得益配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不会受到太大的压力 那负担也减轻之后 他的软组织 他的肌肉 他的神经血管是强健的 是不受到影响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相对于骨关节的这个疼痛 或者骨关节不稳定的状态 其实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 辅助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特殊空间 就是他们生活空间 这个也是我们在预防医学里头 就必须要做到的吗 对 因为其实像台湾我们地理环境的问题 气候的问题 我们一般家里都是用瓷砖 地砖之类的 越高级就越光滑 对 或者我们租屋这个事情 真的很难去拒绝或是改变 对 所以有一些状态就是说 比如说最简便最简便 就是铺巧拼 就是限制他一个活动的空间 对 但你说如果房子很大 地很大 你要整个铺也不方便 你可以做一个适度的限制 所以说他不会在活动的生活的 日常生活中的运动上 就受到伤害 因为他一旦有滑的这个动作 他就需要做更大的力量去支撑 那当然这个是有好有化 因为我们复健也会利用到这一段 但是那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安排下所进行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如果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 关节问题的狗是 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很困难 就是你会发现狗狗的后脚 那边努力滑 努力滑 那这种情况就是伤害的造成 那这种情况我们会尽量去避免 那最快的方式当然就是指滑的地板 所以安全性 材质的这个选择都很重要 那有时候不得已 就说真的太大 就是有一些防滑的鞋套 就是有专门给狗狗做的 附件用的鞋套 很像袜子一样 就套上去他就防滑 很多人可能会慢慢觉得说 现在狗狗的生活真的好 有很多那种附件的 可能比我们现在老人的还要好 防滑的鞋套 就让他套上去 对 那甚至我们在这些 这个鞋套上面还会做一些设计 比如说他已经有出现一些 因为发育上过程的关系 所以他的关节角度是有点异常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就上面还可以调整 就是去设定他某一个关节 可以活动的角度大小 所以他是被束住的 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束缚的感觉 就是说 比如说他不应该是这样子弯的角度 我们可能会借由鞋套 或借有一些辅具的状态的使用 把它拉回他原来应该有的角度 让他去提认 但最主要不是说我把它搬回来就好了 并不是这样 而是说 当他在使用这些角度的 正确角度的活动的过程中 他的刚提到肌肉血管跟神经的定位 比如说我自己去感觉 我的脚应该是怎么样 我肌肉的记忆 我血管的分布 血液循环需要的差异心 都会借由你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获得市场的改善 所以提早的去矫正这一些 其实都会比你之后 大家的问题才去矫正 才会有效果 好 今天访问的是 家庭动物院的黄鸿康黄医师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来谈狗狗的复健门诊的问题 98新闻台阿玛阿果光大街的节目 我是林青山 今天访问的是 家庭动物院的黄鸿康黄医师 我们来谈的就是 他们开了一个复健门诊 那我觉得我们在去挂这个门诊之前 我们必须要对复健门诊有更多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复健的认识也是如此 包括其他你要去其他动物院的时候 你也要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初步概况的了解 我们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预防医学 就是在狗狗在发生 或是才发生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及早治疗 然后透过专业的复健的帮助 让你们家狗狗的那个状况 维持比较好的状况 能够继续拉长下去 可是医生我要问一个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带狗狗去门诊 或是在治疗的时候 会碰到一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在痛 那狗狗其实有些会不大让你碰 或者是说 我们可能会因为狗狗不让你碰 而忽略了看诊的几率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发现 狗狗会疼痛到一个 就是不能触碰的这个状态 食冲药的使用是必然的 但有一些检测 是你必须去计划 你的附件计划 跟你治疗的这个程度 你是要做到多大的介入 那有可能会需要做一些震经 或者是麻醉的 之后的检查 那当然一些影像学是很好用的 包含我们最常用到的X光 或者是骨骼肌肉的局部的超音波检测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 资讯 然后如果针对关节问题 其实还有所谓的关节径 就是一种像内饰径一样 就是用像摄影的方式去看里面的一些 结构的变化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撕裂伤 刃的断裂 程度这些 都是可以做这样的评估 但是这个一般都已经是 比较严重的安逸 兵力才会去做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来谈一谈事情 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谈附件的时候 会提到热服兵服 那同样的放在狗猫身上的时候 这个热服兵服 是不是也可以是放进去的呢 对 比如像我们刚刚提蜡肠 它可能发生状态的时候 是有一些比如说慢性发炎的结果 但是脊椎的问题可能 大部分都是一些急性发作的状态 那会有这样的差别就在于说 它疾病发生的这个程度跟时间的长短 那卵组织的损伤 或卵组织受到影响的部分 可能就会取决 就是决定我们到底要做冰服 还是做热服了 一般慢性发炎的话我们会做热服 但是急性发炎的情况下我们会做冰服 所以你不要弄错 比如说它已经急性发作了 已经开始有发炎的现象 你还给它热服 你还给它热服 当然有可能你会先做完冰服之后 后面的安排会转换成热服 对 这是有可能的 那你有可能现在做完热服之后 可能运动过后 做完肤腱的动作之后 我们可能需要做冰服 对 这些都会有一定的选择跟安排 所以不一定 在家里我 它受热伤 我就给它热服一下 消肿 好像有道理 可是冰服让它不要肿脏 让它不要痛 好像也有道理 但有个方法或有个顺序 那或者是说 比如说狗狗出去运动 可能运动伤害的时候 第一时间要冰敷 这个基本观念 请大家真的不要搞混了 在搞混的时候 其实会增加狗狗的疼痛 或是增加医生上处理上面的问题 所以包括肌肉的按摩 伸展 这些还是必须要透过医师专业的 教导或是辅助 才可以施行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的 运动的这个结构 它是一个滑车 杠杆 这些 所以一个关节它上面牵涉到的 可能有很多的韧带 肌肉的走向 所以你一旦超越了它肌肉所负担的力量 你施力过大了 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但你也很担心造成伤害 所以你施力很小 你可能完全没有 没有效果 所以你要达到一定的效果 它其实有很多的等级 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做到 比如说造成它会有一些 比较大的压力的这个动作 或者是你只是让它伸展到 一定需要的角度 那这些都是跟你肌肉跟韧带 所运动的方向跟走向 是有相关的 所以不是我们就是拉一拉拉 踹一踹这样就可以的 所以刚刚提到 方向跟走向 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判断 像嘉庆动物园就有一个 不到 有一个跑道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酷的 好 所以这些 包括我们你刚刚提到的一些的设备 我们刚刚提到的水疗基 然后像我知道还有一些什么跨栏 或是瑜伽球 这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可不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其实附件门诊 不是大家所想的这么简单 就是可能是拉拉腿 吃吃药 或是提供它的肌力的增强 这些等等 其实我们在考量附件的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你不要造成额外的伤害 所以有一些动作是我们只是要训练它的肌肉 训练它神经血管的这个正常运作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 不在移动关节的情况之下 达到肌肉用力 或者是肌肉去活动的这个目的 那最常用的这个方式就是平衡板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一种类似像瑜伽垫的这种这种软垫 或者是像气球这类的的器材 那这些东西就是说当我的动物在上面的时候 它需要维持平衡 对 那它为了维持平衡之后 它需要去调整每一条肌肉的方向 对 它才能达到平衡的效果 我懂医师的意思 我可不可以解释 然后你看我说的有没有成全 就是当我们的肌肉 或者是当我们的骨骼上面哪些有疼痛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边施力点就变小 那我们会让另外一支的施力点增加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平衡就错了 那所以要透过那个平衡木或者平衡板的方式 让它的施力维持到一个激进平衡状况 不是只是施力在某个地方 增加这个地方的严重的状况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因为像我们的神经系统会希望 我能够维持在一个站立的状态 对 所以当有人去推你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个抵抗的力量 有 那个不是你想做出来的 而是你身体自然的反应 所以平衡板 或像瑜伽球这类的动作 就是当它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它为了要让我的身体维持在应该有的姿态 我们叫所谓的本体 本态的这个知识的时候 它的肌肉本来就会去做调节 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个上面的时候 因为那个是一个活动性的 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很坚实的地板上的时候 狗狗也是会站三七步 我比较不舒服的脚 就休息一下 但休息久了 就会造成另外一只脚的问题 对 然后你原来受伤的脚 因为你的不使用 所以你的肌肉开始萎缩 你的韧带开始变成僵直 甚至说你的关节可能会僵化 那个距离就变得更小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它活动的这个能力更差 你要再回到正常的活动能力 你需要做的复健的动作就更大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能可以在这个比较简易的这些 就可以达到效果的这些 这个复健器材上面操作 那至于跨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除了要让它激动神经血管的这个运作 是正常的情况下 我有一定特定活动的这个角度要做得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平衡 就是跨栏啊 或者是说一些像 特别的这些运走的姿势 比如绕着三角锥 就是绕圈圈啊 走八字啊 这类的走S型这些 这样我要多问 通常挂来一次复健门 我到医院去 我们家狗狗像做完这样这一套啊 包括检查啊 或者是拉腿啊 其实不一定啊 就要看狗狗的状态 所以每一个就是病例 或者每一只动物 它所需要的需求性都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 它可能牵涉到的范围 或需要做的动作会比较多 有的时候只是我们在操场跑一圈 走一圈 小快步走一圈 慢慢走走一圈 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答案出来 然后再针对这个答案去做 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更 仔细的一个检测 这样子也许会得到 比较好的这个判断 对那 刚刚像那一些也是 在做诊断的过程中 可以用到的 不一定要浮肩 比如说跨栏 我们可能看它跨栏的动作 会发现 它可能有一个角 它就是没办法抬到那个角度 或者是说它走走起路 可能小跑步的时候 可能就会 就是说 跳着 另外一只脚的频率 或者是 或者是它走路慢了 其后就变成同手同脚 有时候是正常 有时候是不正常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判断 好 最后我要回到一个就是主人 那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可能对狗狗老化 我们就说 它老了 还有个问题是说 好了它承认 它等要去带狗狗去做复健的时候 我们对复健的效果的期待 这个好像也是你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对 的确就是说 年纪大的动物 它势必会有一些 关节上的退化 需要复健的点 但是我们常会跟主人 就是家长们解释说 生病不是年纪大必然的结果 真的 对 所以我不会拿 我最心自动 所以我一定要提醒这件事情 不会拿年纪大来当做它生病的理由 对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我先把年纪大这件事情拿掉之后 我会去看它需要的东西 如何去改善生活品质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对 所以会跟主人解释 就是复健的效果就是 它能够回到 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而不是让 20岁的狗跟2岁的狗是 一模一样的活动能力 这是一个 但整个生物体系的结构是非常的复杂 对 它不会只有单一个问题 你需要去解决 你可能同时要解决它的心脏问题 你分泌问题 还有很多问题 肥胖问题 代谢异常问题 那这些都是 那这个情况之下 它会有一个通盘的考量 对 所以跟主人就是说 如何去预期 复健可以带来的效果 通常都会跟主人解释清楚 就是它需要的是良好的生活品质 而不是当成运动员的这种健身 复健跟健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 那主人听了大概都可以理解说 它需要的是他们家的狗生活 不会被疼痛所威胁 对 活动能力跟自主的这个生活 比如说像大小便吃饭 这些 它都能够处理的很好 还是有保有这个状态 保有这个能力 对 然后对于生活上的危机 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 这类的 对 就好比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 藉由其他方式来解决 没有错 但是一旦是动物本身 丧失这些能力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无法替它做到更多的 对 好 今天访问的是家庆动物业的 黄宏康黄医师 我们刚刚一提到的就是 居家照护这件事情 跟他的互动 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老了 或者他必须要做复健门诊 重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今天非常谢谢黄宏康黄医师 希望下个月我们再继续来访问黄医师 谢谢医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喵喵才是老大 喵喵才是老大 今天一样是IABC的国际动物行为猫咪行为咨询师 他也是猫罗集的作者林子萱林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最后 跟大家聊聊猫的行为解析猫的行为 医师好 亲爱的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请医师来谈谈一个事情就是 猫咪会不会过度舔他的毛 这个问题就会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所有的养猫人 可能都认为就是说猫咪舔他的毛 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在这个正常不过的一个行为当中 我们如何去发现说他那个舔式舔毛的动作呢 有过度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谈这个时候 中间要去厘清的问题 对不对 是是没有错 我们先来谈他为什么会舔他的毛 其实正常情况下猫咪每天大概都将近有三分之一 一左右的时间在舔式自己的毛发 清理自己毛发上脱落的毛 皮肤 这是一个正常的清洁动作 但是有些猫咪 他把这个时间比例再加大很多 你可能会看到他醒着的时间几乎都在舔 这就是我们平常上常提到的过度舔式的现象 先观察的时间 他到底舔了多少毛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估量 对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透过他吐出来的这些毛球去算说 他真的舔太多了 对 而是从他舔毛的时间 对 如果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如果超过了三分之一 或者是说超过了二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舔的话 对 随时随地都在舔的话 对 那就是算是一个过度了 对 其实更明显的现象是你会观察到 猫咪可能他常舔的那个部位 比如说肚子 然后或是大腿两侧 你都会看到或是侧腹 你都会看到那毛好像比较稀疏甚至不见了 有时候会有这个现象 那我们最近我就有遇到一个case 然后那个施主 他因为前阵子天气比较热 对 他帮猫剃毛 结果猫现在已经过了大概半年 毛长回来之后 冬天都要来了 对 他就觉得奇怪怎么下半身的毛长得比较慢 嗯 他原本只有想想法 可能是觉得说 那个时候剃了毛之后 可能不要哪边怪怪的 把它长得比较慢一些 他还没有太在意 对 那后来带来我们这边看 我们才发现 其实他是因为把这些毛给舔掉了 导致于新的毛发几乎没有长出来 一长出来就被舔掉 被拉扯掉 那后来再进一步的 跟大家问诊 终于在理性到 那只猫原本其实有开过腹腔的手术 嗯 那导致于他腹腔里面可能有一些长沾黏啊 那有一些潜在性疼痛在那边 长期性的 哦 嘿 他就透过舔式的方式 想要获得一些舒缓吧 就像是我们被蚊子咬啦 或者是三口愈合 对对对 那个阶段有时候会过扬 或是不舒服的状况 很像 我们就很容易去抓他 对 就想说 心理上面至少能够弥补一点 对 可是他里头如果是那个 手术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完整的 或是 对对 有一些遗漏的话 对对对对 那个问题就比那个 对三口愈合还要大吧 他就是一个长期性的东西在里面 那我们临床上除了看到这种 手术造成的毛之外 嗯 有一些也是 呃 潜在性的疼痛 比如说 膀胱炎 嗯 或者是慢性的可能潜在性 不知道不明原因的疼痛 那他也会想要说 去舔他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他就很依赖这个动作 嗯 好像甚至到过度的 你把它舔到毛子不见了 皮肤还红肿 那因为大家知道 猫的舌头上面表面有一些 短短的倒勾嘛 对 有一些短刺 对 所以他过度舔的情况下 皮肤就更容易受到一些刺激 对 发炎 甚至有一些轻微的破皮 伤口小小的感染 那我可不可以用透过他的 皮肤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发炎 或是发红 是 去判断或者是厘清算不算是一个过度了 嗯 他只是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你们 像各位养的猫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 但第一时间要带去给瘦医师检查一下 有时候可能是单纯的皮肤病 那可能他会痒 一样他会去抓去咬 对 那有的时候皮肤本身是健康的 那可能我们就会 在检查他的内部 可能他的身体本身也是健康 没有任何潜在性疼痛 嗯 那我们可能就归类在是性因性的问题 性畏上的问题 什么是性因性的问题 性理因素造成的问题 OK 性因性的问题 这样子 嗯 好 但我要回头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刚刚提那个案子啊 是可怕的 所谓可怕就是说 他身体里头有一个毛病 或是有一个病痛 是 导致于他会一直在填某个部位 所以如果说我们家的猫咪 他一直在填某一个地方 或是某一块区域 对 我是不是做一个比较详尽的检查 会是比较好的 是没有错 这是一定要 因为猫咪正常情况来说 他不太会 着重于同一区 重复去加强 甚至把毛给填到光 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嗯 但如果说 判断出来是心理上面的问题 是 他那个治疗的过程 或是治疗的方式 该怎么做 有药物去辅助吗 或者是说 还是得要看他的 舔室这个行为的严重性 到底是多大 对 其实这个东西就 当然药物方面也有 也可以使用 那也可以从 世主平常上面的 跟他相处的方式去着手改变 甚至他可能是出在于 环境的问题 环境焦虑的问题 有时候也会看到这现象 所以我们通常都知道 跟世主减诊 最后减诊 厘清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他这样子 那我们才选一个比较 适合的方式去着手处理 那当然有些猫 他已经长期 可能 我有遇到过八九年 都是这样子舔的 世主也没有想太多 他觉得可能就是这样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但 猫狗 他的皮毛如果长得不好 就这代表是真的有问题 不要认为那是个正常 好不好 各位 拜托 所以我们在处理上 像我刚刚讲那个八九年了 那个可能就要花 他比一般猫更大的功夫 跟时间的比例去 嗯 减缓他的这个行为 那甚至我也跟世主讲 我们在丁床上的 研究报告也指出 像长期以来 依赖这个行为的猫 嗯 我们医生 跟着手帮忙 甚至给予肴 也不可能百分之百 完全改善这个习惯动作 嗯 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 依赖性的行为了 所以这个依赖性行为 是必须要透过主人的陪伴 或者是陪他玩耍 增加这个相处的时间 呃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吗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是 这些都是算非常好的方法 嗯 当然我们也会仰赖其他方法 比如说呃 费洛蒙啦 或者是其他的玩具 对 玩具运动那些方式 转移他的负面情绪 嗯 好 任何可以转移他负面情绪的方式 都很好 那当然 其实用哪种比较有效 嗯 也是要看那只猫的个性 还有他实际的情形是怎么样 嗯 好 但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所发生的事情 是 就是他们家的猫咪 本来就是会出去玩的 哦 那出去玩 就让他出去玩嘛 有些人就习惯 让他家的猫咪出去玩 他本性就如此 是 那喜欢出去交朋友 喜欢出去打架 都OK 但有一天发现他们家的猫咪 感染了猫艾滋了 嗯 要避免其他外面的猫 也因为打架关系 惹到了猫艾滋的问题 所以他就干脆不让他出门 嗯 这不出门 可让那只猫的行为 开始出现变化了 是 不断的舔视 或是有一些的焦躁的行为出现 是 像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 我的问题就在于说 对主人来讲 我大可可以开门 让他出去 对 按照他过去的行为模式出去 对 可是问一他 不幸离患了猫艾滋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他又怕担心到伤害到其他 或是影响到其他的 外头的猫 甚至人家家里的猫 那就麻烦了 是 其实这个问题哦 除了传染性疾病的问题 我们也常遇到就是中途救助带回来的猫 他其实猫长期已经习惯在外面生活了 对 那你把他带回家之后 很多猫都试图想要破窗而出 有 这些我们都会常听到 那其实出在于猫的角度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他们在户外 已经建立起他们的一个气味地盘 他们的自主地盘 所以他必须每天去维护边境巡逻 加强他的地盘巡逻 那其实通常遇到这个情况 我对跟世主讲说 我们人类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用各种方式 确保这个窗户不会被打开 门窗是锁好的方式 那通常猫咪这个期间过一两个礼拜 这期间大概会越演越烈 但是过一两个礼拜之后 你就会发现猫就放个气出去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气味他也知道 那么久没有过去补充一下 补枪一下的话 他那个气味自然而然就消掉 一定会有被别的猫给占走 被别的猫给占领走 所以他就不会再去补墙的气味 他会放弃出去这一件行为 所以这件事情如何可以做成功 当然是最大的问题 要跟世主做心理建设 所以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 你猫在家里面反而比较安全 他做什么事 有没有感到什么疾病 你也可以控制 他不出去其实一点都不可怜 他只是要去保卫他的地盘而已 那其实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意说 那个门窗你要怎么防防制 他才不会把他推开 有些猫会开窗 有啊 那就是 那我们的手很巧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在跟他 有点像叠对叠的方式 在怎么预防他这个问题 在发生而已 对 那好了 那如果说他有那些焦躁掉毛 毛掉得过凶的问题的话 怎么办呢 就一样是回头方式就是 就把它当成一般的 就是过度舔式的问题解决吗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说 他只是因为不能出去感到焦虑的话 通常这个行为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我们通常会跟师傅讲说 我们在家里就帮他建立其他地盘 包括我们前面在节目提过 要在家里建设一些躲避空间 对 帮猫咪自然而然在家里 划分出他专属的区域来 那他自然不会想到去到外面去 再再占其他地盘 但如果说越野越烈的话 那就真的要带猫咪去给医生看 是 有点像我们讲说走不出去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主人都是永远会是在焦虑的那一方 但有焦虑也是比较好的 避免你们家猫咪的毛掉了八九年 你对他没有发现他的毛发 长得是不是非常正常的状况 今天非常谢谢林子仙林医师 跟我们来谈谈就是猫咪过度舔尸的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有问题 或是有点头痛的家长们 谢谢医师 谢谢大家